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4月6号星期二 欢迎大家参加王剑每日观察 直播二的节目 我们今天主题有两个 一个是美国宣布筹备抵制 北京冬奥会 第二个是我在美国打疫苗 先讲讲打疫苗的事 情况是这样 就是星期六 星期六太太发了个短信 发一个预约短信 然后星期天电话打过来 而且是个华人用中文 然后安排我们星期二去 我跟太太一起去打疫苗 那么我们预约的时间是1点20分 那么安排这个时间主要是 直播结束 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去打疫苗 打完疫苗又不耽误 接女儿放学 所以就安排了1点20分 我们是直播完了以后 就准备午饭 吃完午饭 12点半出发 今天 那么是开了20分钟 12点50到 然后就 1点 1点10分打 打完之后就做了15分钟 留关 然后就1点半离开 总共前后总共是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是 从我们出发 到我们回来 大概中间在那边的时间大概是40分钟 4分钟完成打 整个过程 那么情况是怎么呢 情况是地方 那个地点是一个体育馆 直接路边停车 完了以后人不算多 全程不需要排队 就是每一个程序 都不需要排队 那么 每个程序都有人指引 那么清晰很明确 然后现场气氛也很轻松 然后这个秩序 很有秩序 秩序肯定是没问题 他的程序是这样 一去 就去报道 报道完了以后呢 就看一约短信 看完短信之后呢 就指你去那边 另外一个counter 那里呢 就领两张表 然后找个位置 坐下来填表 填完表呢 就去登记 登记还是看预约短信 然后就把我们填的那个表 输进电脑 输进电脑之后就去打 就是这样 到那里之后进去现场 打 看证件 看完证件以后 然后再输入资料 然后再打 开始打 打就很快 一人两分钟打完 基本上这样 这个 全程很快 就全部都不需要等 全部 然后现场人也不是特别多 那个体育场就很大 体育馆就很大 所以显得不多 人显得也不是很多 那么全程 奇怪 我们整个过程 所有的接触的全是黑人 当然现场有白人 也有亚洲人 但我就问他 我说可以打 可以拍照吗 可以啊 没问题 我们就在那拍照啊 拍视频啊 反正就这样 整个很顺利 非常的顺利 那么 现在有点 胀痛 肌肉有点胀痛 一到十呢 大概是三到四的胀痛 没有障碍 所以 我在昨天 有网友给我发一个视频 就是建议我看一下 就是关于打疫苗的一些 看法 一些专家的一些看法 我就回了他 回了一个呢 我是觉得是这样 就说 疫苗这件事情肯定是有各种各样的看法 我没有这样的知识 让我去判断 哪个专家讲的这个 关于疫苗这件事情是对的还是错的 我没有这样的知识和条件 那么对于我个人来说 我的看法是这样 就是第一个 打疫苗是保护自己 也是保护对方 因为 关于 疫情这件事情 实际上就是一个传染的过程 阻止这个传染的过程 那么传染嘛 你肯定是 自己和对方 那你打疫苗是保护自己 也保护对方 然后最终达到的效果是什么 达到的效果就是实现群体免疫 群体免疫就是阻止这个病毒的传播 那么这个就是保护自己 保护对方 也实现这个 公共防疫的一个 就是有个人的义务 也有个人的利益在这里 所以 我们把这件事情的判断交给什么呢 交给政府 交给政府和他的专家 那么政府认为 我们适合打 我们就去打 我不去做判断 如果我们 如果没有办法相信政府的话 那我们现在就有问题了 那我又为什么要跑到这个国家来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不做判断 我就听政府的就好 为什么 因为这是个公共服务品 在美国这是个公共服务品 那么政府有责任 维持他提供的公共服务品 安全可靠 如果他做不到这一点 这些政府就要下台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是信任政府的 所以我也在这里呼吁大家 虽然有很多这个专家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我觉得还是应该大家去打疫苗 我就打了 我也希望大家去打 那么美国现在情况是什么呢 现在是 1亿0830万人接种疫苗 那么覆盖率 16岁以上的成年人 覆盖率是40% 总人口覆盖率是32.6% 那么 星期六 上个星期六 那么有400万人 一天 400万 12月份以来 最高的一天400万 一天打了400万 那么 最近的最近的一周 过去平均7天300万 一天打300万 那么现在有25%的成年人已经接种疫苗 那么 现在的情况就是 全国 美国全国都在提速 提速 阿拉斯加跟密西西比 是第一 是最早的两个州 让16岁以上的成年人都可以 可以去打 就直接去打 那么相信 本月底 应该全国都可以实现 疾控中心的数据是什么 百分之百的 65岁以上的 成年人 都已经接种过 至少接种过一次 这个疫苗 65岁以上的人 百分之百 那我今天打的是这个辉瑞 辉瑞 辉瑞跟Moderna都是要打两针 那么 强生就打一针 我们预约了是四周之后的同一天 就是 下个月的 这个月的27号 27号我们再打第二针 那么大概这件事情就是这样 我还是希望能够 我还是希望能够 所有的人尽快的能够打疫苗 提供 对自己的保护 对自己家里人的保护 对公共社会社群的保护 然后实现这个群体免疫 实现群体免疫才是 人类社会克服疫情的最终解决方案 如果没有这个解决方案 人类社会将会遇到异常 我们没有办法抵抗的浩劫 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 这是我们的义务 好 那我们今天第1个主题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面就讲讲这个 美国宣布筹备抵制北京冬奥会 新闻是这样 新闻就是美国国务院4月6号 宣布正在和盟友联合筹备 联合抵制 2022年北京冬奥会 这件事情有点乌龙 那么今天是开一个例行记者会 美国国务院 那么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 他是这么说 他说 美国应对中国恶劣的人权行为 其中包括新疆种族灭绝的问题 作为一个回应 我们愿意就抵制 是否抵制 北京冬奥会 正在考虑 与盟友一道 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 我们正在 和盟友展开讨论 协调一致的行动 不仅符合我们的利益 也符合盟友的利益 不过 Price说 现在距离2022年还有一段时间 美国不会在近期之内做出决定 他说 当谈到我们与北京政府打交道的时候 我们的原则是 我们的关系基于竞争 同时 其中有对抗的方面 也有合作的方面 这三点在 安克雷奇美中会谈中已经体现出来 不论在公开场合 还是在闭门讨论 对于和北京打交道 我们的指导原则有两点 也只有两点 我们的利益 包括我们与世界各国 伙伴和盟友的共同利益 以及我们的价值观 包括我们与世界各地 伙伴和盟友的共同的价值观 后来这个 Price在一封电邮中澄清 说他指的是美国和盟友正在协调 协调做法 并不是说美国正在具体讨论 联合抵制的问题 美国尚未就此做出决定 那么他是大概是这个一番话 那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 这边就 我的判断就是两点 第一点 美国肯定在准备这件事情 他不会没有 完全没有做这件事情 而跑出来讲 这是第1个 肯定是在做这件事情 第2个 美国肯定是在和盟友正在协调立场 当然这个协调有个过程 所以他不能够先把这个过程先讲出来 所以美国正在做 但是协调还没完成 应该是属于一个这样的过程 那么北京冬奥会预算是330亿美元 那么中国会利用2008年的 部分场馆 其中包括会在鸟巢举行开幕或者闭幕式 把水利方改为冰湖比赛场底 场馆 所以今年的这个冬奥会的预算是减少了 另外就是户外的比赛 就是一个是在延庆 一个是在张家口 那么做新开的高铁 就是应该在一个小时之内就能到达 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现在的情况就是 会不会抵制 会不会抵制 我们看看这个专家怎么说 专门做政治风险咨询的公司叫欧亚集团 欧亚集团还是蛮有名的 做政治风险咨询 他今天出了一个报告 说 抵制冬奥会的压力越来越大 现在就是抵制的压力越来越大 焦点还是在什么 还是在新疆维吾尔 穆斯林的这个种族灭绝的问题 欧亚集团的报告说 中国将通过政治和商业方面 两个方面来报复 抵制奥运会的国家和企业 那么 随着这个开幕式的临近 抵制活动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会增加 政府 企业和投资者的风险 不管他们决定抵制不抵制 现在的问题是什么 对于 他刚才讲的这个政府也好 企业也好 投资者也好 这个风险 不管你参加抵制 都面临风险 他说抵制 他提出了三种可能的场景 这三种可能的场景 叫什么 叫外交抵制 体育抵制和 局外人的场景 三个场景 那么外交抵制是什么呢 他认为 这个报告认为 外交抵制的可能性最大 就是美国和他的盟友参与进行一场外交抵制 可能性达到60% 这是基本上是在三个场景当中最高的 外交抵制是什么 外交抵制就是 降级或者是不派遣代表团 参加北京冬奥会 就是外交抵制 并且采取其他的措施 来否认 中国作为东道国的地位 就是外交抵制 那么他说参与外交抵制的国家可能会有几个 一个是美国 当然美国 牵头 然后是加拿大 英国 澳大利亚 还有一些欧洲国家会参与 那么但是 亚洲的几个国家像日本 印度 韩国 这三个国家跟中国有更复杂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 虽然他们也是美国的伙伴和盟友 但不会参加抵制活动 这是他的政治判断 这是作为风险评估的一个顾问机构 所以他认为 外交抵制是目前最温和的抵制方案 其实他只有两个 相对另外一个来说就比较温和 另外一个就是 第2个叫抵制运动 抵制运动包括两部分 抵制运动 一个是包括这个 体育抵制 一个叫经济抵制 抵制运动就更激烈 更到位 然后他的可能性呢 他认为可能性是30% 比较低 那么体育抵制就是阻止运动员参加奥运会 经济抵制就是禁止转播 和这个商业赞助 这些商业活动 那么 这个报告说体育和经济上的抵制 会让这个民众更加难以忽视这件事情 也会让这个北京方面进行非常严厉的报复 他的报复当然涉及到外交冻结 外交不往来啊 包括这个抵制西方的饼牌 这是第2可能性 他认为第2可能性反而比较低 这种可能性比较低 第3个叫轻度抵制 轻度抵制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突然中国跟西方关系缓和了 这算是个例外 例外 那么到时候呢 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情况呢 出现一个关于奥运会的温和的政治声明 但不会出现正式的抵制 所以被称为叫轻度抵制或者叫局外人场景 那这种可能性最不可能发生 可能性只有10% 也就是你看这份报告的意思就是 抵制 一定会发生 抵制一定会发生 只是哪种程度的抵制 是 刚才讲的抵制运动这种级别的抵制 就是又有体育抵制 又有经济抵制 还是一场这个外交抵制 外交抵制只是降级 领导人不参加 外交官也不参加 但是呢 但是没有那么大规模 没那么高级别 但是 这个有可能不派遣代表团 但是不正式 不会搞得那么大 那么抵制运动就不是 抵制运动是结结实实的不参加 经济上不参加 不参与 体育上不参加比赛 不派代表团去 这个可能性是 比较小 比较大的可能性是外交抵制 所以你可以看欧亚集团的判断 是认为抵制这件事情不可避免 只是程度的问题 那么他认为是最不可能发生的就是 叫轻度抵制 就是出一个声明 然后这个领导人呢 找个理由 说我去不了 就没不去 但是不正式宣布抵制 那么 发生这个可能性就10% 目前没有太多的理由 对中西方的关系发展轨迹感到乐观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各国元首可能会 日程安排冲突啊 或者其他非政治性的理由 拒绝参加奥运会 但不会正式宣布抵制 也不会表现出西方的统一立场 那么 报告说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什么呢 中国会对所有参与抵制的国家进行报复 那么对倡导者进行制裁 那么 欧亚集团的判断是什么 他说 如果一家不抵制的奥运会的公司 他也会遇到风险 就说 他因为在 因为你不参与抵制 你去跑着去赞助啊这个那个 你可能在西方消费者面前 会受到损害 损害你的生育 但是如果他抵制了呢 他又进不了中国市场 所以多数企业会怎么选择 多数企业会选择参加奥运会 原因是什么 因为失去中国市场的潜在成本 可能会超过 对西方消费者反对的担忧 反正你消费者有不好的感觉 回头我再想办法再弥补 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这就是关于冬奥会的一个情况 从 Price的后来的邮件来看 可能他的前面说的话有点过 但是从 从这个欧亚集团的这个报告来看 这件事情几乎不可避免 所以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继续关注冬奥会的前景 那我们评价一下 第一个 美国沿着这个新疆人权议题继续往下发展 这个趋势是没有变 那么当然影响最大 沿着新疆人权议题往下走 我们讲过几个层面 那么如果是具体的议题层面 一个是冬奥会 一个是棉花 纺织业 和服装 纺织业和服装 对美国现在来说 有点承受不了 因为美国经济反弹的厉害 反弹很厉害 实际上对纺织品 对服装叙述很大 所以他这个时候 沿着这个议题往下烧的话 会有一些影响 会有一些影响 但是沿着这个冬奥会这个话题往下烧的话 影响最小 影响相对小很多 所以他应该是 所以我们可以看美国肯定会选择 冬奥会的议题往下烧 然后他需要更多的准备 一个准备就是跟盟友协调立场 另外一个准备 就是现在的舆论准备 这是第1个 第2个 美国现在在选择 美国基本上你看 拜登政府现在的态度就是 尽量的选择不直接冲突的领域进行对抗 不会直接产生冲突结果的领域 冬奥会是其中一个 就是说这个不会马上产生直接结果 还有一个什么 比如说像 罗斯福航母战斗群重返南中国海 这是不会直接发生战斗 不会直接发生摩擦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法国跟这个 四方安全对话机制 QO的成员国 就是美国 印度 澳大利亚 英国 这四个国家 在孟加拉湾 举行军事演习 这是一个 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疫苗外交 疫苗外交今天是布林肯宣布 任命前国际开发署署长 盖尔史密斯女士 出任这个 全球疫苗应对及健康安全协调员 主要是为了 响应 各国寻求美国提供更多的这个疫苗的呼声 那么在 峰会的期间 作为一个最重要的成果是什么 就是 疫苗供应链 就是 四方安全对话峰会的最重要的成果 就是建立一个印太疫苗供应链 来对抗中国的疫苗外交 那么当时的方案是 美国提供技术 然后是日本跟美国提供资金 印度负责生产 澳大利亚负责分发 大概是一个这样的事情 所以 你可以看到 在各条战线 美国是没有停下来 但是它大的方向是什么 大的方向都是选择不直接发生 发生这个接触的对抗 都是进行有战略意味的对抗 但是不发生直接发生战斗 基本的方向是这样 但是毫无疑问 我们可以看到冬奥会肯定是一个重大议题 在这个重大议题上 如果真的发生了这件事情而且就像这个欧亚集团分析的那样 如果真的是按照 进行这种外交抵制的话 对中国来说也是打脸打得啪啪响 好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这样 下面进入互动 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 那么我们进入互动之后呢 请大家不要聊天 那么四个 情况 问题 观点 情绪 好吗 鸣谢一下 今天上午我们做了关于习近平的身家的问题 那么 有网友来说 说王老师现在这个胆子越来越大 我不知道这网友为什么这么讲 对我来说 基本上 我没有什么 处理一些技术层面的议题 我不愿意碰的一些议题 我之前讲过 那基本上我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可害怕 就是 我们就是选择讨论问题 讨论问题没有进去 只不过说有些 议题我觉得没必要去讨论 浪费时间 我们就不讨论 从我的角度来说是这样 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呢 就是 还是那句话 我们 我们还是要把问题搞清楚 而不仅仅是大而化之 给他喊一句口号就算了 比如说 就像我们今天上午讨论的这个 关于习近平的身家的问题 但如果你说 我就喊一句口号 他富有四海 天下就是他的 那我们这个议题就不用讲 我们还是要讨论一下 为什么 就说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 并不是说他富有四海 这问题就解决 并不是这样 因为对于一个领导人来说 对于他们这种级别的领导人来说 持有一个超出他名分的这种财富 是有风险的 所以你可以看过去一些 像薄熙来 像那个周永康 他们名下的财富并不多 那你说啊 他其实是 是用其他的方式 那其他的方式 你怎么确定是他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 我觉得没有那么 大而化之后 我们 在这个节目当中 包括我本人的心态 就是我们要把东西搞清楚 中国人最怕的就是 中国人最习惯的是 大而化之 我早就知道 喜欢讲这些事情 我就不喜欢 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 深究到底 我们才能有真正的 可靠的 正确的判断 好吧 好 情况 我身边的朋友既有注射辉瑞 也有注射 Biontech 辉瑞就是Biontech 两者是同款疫苗 Biontech是辉瑞的欧洲版 他们在注射第2针的时候 无论打辉瑞还是打Biontech的朋友 都发热等感冒症状 祝王老师一切顺利 提醒王老师第2针 较强反应 会有较强反应 OK 情况 加州也已经开始全体 16岁以上居民开放打疫苗 OK 情况 我们公司为鼓励员工打疫苗 每针给100美元 美元的奖励 2针200美元 真的吗 这很好啊 情况 打卡美国身边已经有两个人打疫苗 后又确诊 一个是打第1剂后两周确诊 另外一个 刚刚打第2剂几天就确诊 两个人都很快恢复 症状也很轻 不过请大家继续小心 要等到打完第2剂的两周后才有完全的保护 OK 我印象中是打完第1剂的两周后就已经有保护了 应该就已经有超过80%的保护 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我错了 大家更正我 情况 有亲戚在浙江打科兴 第2天全身发孔 无法控制四肢 血压低到量不到 赶紧去医院抢救 住了两天医院才出来 算是捡回一条命 最重要的是 所有人 包括医生都知道疫苗的问题 但是都不敢说 我的天 情况 坐标浙江 现在我们这边开始清零活动 要求各单位催促所有员工打疫苗 不知道是否有处罚 但是要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 给小鞋穿肯定是容易的 情况 一个朋友的妹妹 70多岁在武汉 早段时间小区通知要去打疫苗 他去打了 但是什么牌子不知道 OK 提问 预计美国什么时候可以给全国 国内全部打完疫苗 届时美国会出口疫苗吗 我的判断 现在是1亿 美国还有2亿 2亿刨掉 65岁以上就打完了 16岁以上不用打 所以大概率应该是在 你现在判断 一个月打1亿的话 3亿人口 6月中应该打完 理论上是这样 6月中应该是打了 然后就是 16岁以下 16岁以下现在是 好像是在测试 16岁以下的这个疫苗 然后就是打小孩子了 所以我估计 美国应该是在 5月底 打完 打完所有的疫苗 6月份全部开放 7月份恢复正常 应该是这样 我估计的会乐观一点 就是我尽量的往乐观那边说一下 然后福奇 福奇是那个 那个没什么用 老师说一些 帮总统 帮总统解套的那个人 这个福奇 福奇经常会讲 我们要到明年这个时候才能 恢复正常 他就是经常说这样的 说这样的屁话 情况 欧洲疫苗接种进 进程一直不顺利 产能不够 分配不均 导致成员国之间出现各种纷争和口角 欧盟结构性弊端暴露无遗 让我们这些 偏居东欧抑郁的人很羡慕王老师这么快接主上 我觉得一方面是因为 一方面是因为美国本身它的产能比较大 因为 美国本身生物医药就很发达 虽然 你看一下上来就是 虽然 BioNTech是德国的企业 但是德国也是靠辉瑞去做临床 完了以后马上上来 马上莫德纳又上来 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叫什么 那个叫什么来着 几个帮忙一起开始生产 所以他产量还是蛮大的 所以他开始打得快也很正常 我觉得可以理解吧 欧洲嘛 欧洲就是 很多国家 那么当然中间会有一些 会有一些没那么 没那么均匀的事情 这个可以理解了 我觉得问题都不太大 欧洲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我不觉得欧洲会有很大的问题 吵一下就吵一下吧 反正你欧洲国家多嘛 就是要吵一下的 情况 欧洲疫苗 不 乔州 乔州 OK 上个星期打的莫德纳疫苗 没什么感觉 网上预约 附近的药店打 去了不用填表 只是对下证件 非法移民也可以打 不用排队 OK 我一直认为应该让 应该让那个什么 应该让药店打 像那个CBS这些 他们有很多的分点 他们帮忙打应该非常的快 情况 美国的统计中 打莫德纳的反应最大 但产生的抗体最多 辉率反应小 而产生的抗体也少一些 John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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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应最小 产生抗体也比较少 但是都比科兴高很多 OK 情况 我们部门10个人已经有7个已经打 坐标波士顿 波士顿 莫德纳就在波士顿 理论上 波士顿一个这么小的州 理论上应该快点打吧 你说的 观点 如果能结成抵制北京 冬奥会的联盟 将会对中国国际形象产生巨大打击 也会给中国人的自信心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 CCP肯定会极地反制 污名化西方国家的联合行动 但无论怎么样 都会是习的政治污点 这件事情的进展令人瞩目 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 很多人不理解 很多人不理解 为什么中国 开一个什么会啊 开APEC在中国开啊 搞得全国动员啊 你搞这个运动会啊 全国动员啊 搞得非常的声势浩大 举全国之力在干这件事情 为什么 举国体制为什么要去干这件事情 因为 你搞的体育 拿个奖牌 这个又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你为什么要 投入这么多资源 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就是这些体育啊 文艺啊 这些活动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洗脑工具 这种洗脑工具 所以 中国愿意在这些上 做出巨大的投入 他背后的逻辑很简单 第1个 你看我多厉害 第1个 你看我很牛吧 很厉害吧 包括你在这开个APEC会议 你看我多厉害 这么重要的会议 他把这事情讲得非常的隆重 很厉害 APEC会有什么 有多隆重 有多厉害 没多厉害好吗 他就搞得很 很牛的样子 你看 不是一般的地方能开这会的 到我们这来开很厉害的 这是一个逻辑啊 背后也属于一套逻辑 你看我多厉害 第1个 第2个 你看 我们制度优胜吧 厉害了吧 第2个 第3个 你看你生活在这个里面 你很幸福吧 就是这个三段路 请问 王老师像微软 英特尔这样 这样所生产的产品 无法替代的企业 他们也害怕不能进入中国市场吗 谢谢 当然 当然 所有的企业 都不能忽略中国市场 为什么 中国是个大市场 中国是个不能 第二大经济体啊 现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市场 这个毫无疑问 但是现在的情况是什么 这个市场现在有两个变化 第一个变化 在这个市场挣钱越来越困难 为什么 政府越来越难搞 你经常要 他要你叩头 你得叩头 要你跪着 你就得跪着 所以会影响他的形象 品牌形象 因为他在其他市场不用面对这样的问题 美国政府不会管他 不会搞他 但中国政府会搞他 而且中国政府会拿着这些企业 当做什么 当做人质 一有什么 两国关系有什么事 就把这 把这企业捏住 捏住他们 所以他们的政治风险越来越大 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这方面的原因 对于这些企业来说 你像欧亚集团就专门做什么 风险评估的 他就会做 这些企业就会找这种顾问公司 你帮我评估一下 我的政治风险有多少 我得把这个投资回报 给减掉这个政治风险 我才来决定是不是在这个市场干 那有些企业发现政治风险那么大 我的利润那么薄 我还在市场混什么鬼 我就走了 麦德龙我就走了 麦当劳我就走了 百胜我也走了 就直接把这个企业卖掉 我就走了 我就收个 收个什么费用就好了 就很多企业 亚马逊我就撤出这个市场 他就 就现在就有很多这种品牌 他开始 他觉得 我就划不来 我就影响我其他的市场的形象 我划不来 我不干了 就有些就开始撤 这是一个方面 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是什么 还有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 中国本身有些企业就起来了 就说 原来呢 他跑到中国去 中国没什么对手 没什么对手呢 他回报率当然很高啊 我订什么价就什么价 结果他跑到中国去 劈啪啦就一堆的这个 大家知道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视频啊 就说 他的那些专利也好 他的那些技术也好 就被各种复制啊 各种方法就 就被中国的各种企业 有各种名义就 就拿到了 然后就 百花齐放 百花齐放一看 这个怎么弄啊 没法弄啊 原来他可以卖100块钱 现在10块钱 他卖10块钱 别人都直接卖8块钱 你知道怎么弄 所以现在很多企业就开始担心这个问题 那很多没有进入他市场的企业 就开始琢磨 琢磨是不是要进 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 像微软也好 像英特尔也好 微软不一样 微软他的操作平台 操作平台 中国也没有自己操作平台 微软没什么好说的 一定要进 英特尔也没什么好说的 这个 这种级别的供应 中国也没有 他一定会进 但是呢 他们在中国市场的策略 特别是跨国公司 都在做调整 而且 我经常讲 这两年我讲得多一点 中国经济强弩之末 他的未来的前景是要重新打折扣 所以如果美国再蓬勃一点 那可能这些跨公司的想法又不一样 他的策略又不同 观点 当年北京承办冬奥会的时候 曾经向国际社会承诺 改善中国人权状况 然而从现在的新疆香港的情况来看 中国的人权状况不仅没有改善 反而更加恶化 国际社会应该站起来 一起抵制北京冬奥会 坚决制裁中共 非常正确 观点 美国有很多问题 因为疫情不能放手去做 应尽快接种 避免疫情护照等临时措施 纠缠内耗 尽早实现免疫 美国可以在对欧以及世界事务中 占据非常有利的地位 现在已经出现了世界范围内的 全民免疫速度竞争 我觉得应该美国是最快的吧 美国应该是最快的 没有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应该美国是第一了 我觉得 所以呢 美国一定要把这个 把疫苗外交 做好 把疫苗外交做好 把这个制度性的竞争把它讲出来 之前的中共老吹牛 说我们有优势啊 我们制度优势啊 看谁笑到最后呗 所以这件事情绝不放过 一定要好好的把它 宣传一把 情绪 我以前也是粉红 也被蒙蔽 骂过港独 但是当 当五个一 政策颁布 回不了国的时候 才发现 自己和那些在海外的国人 都只是随时可以牺牲 的存在罢 也是当自己成为韭菜的时候 镰刀砍在身上 才意识到 这个国不是我们心中的国 这个国家不是为人民 而是为党 为那一部分人存在罢 非常正确 提问 错过了王生上一个直播 新加坡总理和夫人分别担任GIC和 代马锡总裁 薪酬绝密 如果按照国际惯例管理基金 规模千分之一的薪酬 分别都是一亿薪币 属于合法收入范畴 这和权力结构有关系吗 你说呢 新加坡总理夫人担任这个代马锡的总裁 算不算权力结构的 跟权力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举贤不必亲 那么他太太很厉害 他去当这个总裁也无不可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如果避嫌不做这个岗位也没啥 核心的问题是什么 核心的问题不是我怎么看 核心问题是 新加坡人民怎么看 有没意见 这个是关键 不是我 我不重要 因为我不是新加坡人 而且 中间到底有没有问题 除非展开调查 否则站在门外头 讲没有用 好不好 情况 加拿大 加拿大北部西北领土 上个月打了莫德纳第一针 胳膊酸疼了两天 加拿大北部偏远的地区 包括育空 西北领土 诺纳瓦特领土 都有一半人 打过第一针 OK 情况 王老师好 坐标 惠州街道办 去我们公司宣传免费打疫苗 但我们公司十多名员工 只有三位打了国产疫苗 我个人是 不信任国产疫苗 我发现很多人是先观望 看前面打的人有没有反应 才考虑自己打不打 想问一下王老师 国内进口汇率疫苗是否 会实现 如果实现 需要多长时间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好像没下文了 不是说那个复兴进口那个辉瑞疫苗吗 不知道现在怎么没消息呢 我没看到新闻 网友谁知道的 能不能说一下好吗 情况 教育部近日召开新闻通缉会 建立中小学课外读物进校园的防火墙 教育部印发中小学生课外读物进校园管理办法 明确标准要求 规范 课外读物进校园程序 这就是焚书坑儒了 焚书坑儒了 就是洗脑要洗彻底了 不能又不洗脑的东西在里面存在 这就真的是共产党 共产党真的是疯了 疯狂 疯狂 不疯 他没疯 疯狂 情况 前几天国内的一个朋友告诉我 国内全民开始打疫苗 特别强调免费 这个朋友还以为美国是收费 真的无语 墙内洗脑真的好深 我看了一下 今天有一个新闻很搞笑 就是关于这个 关于这个 红天 中共建党100周年 国家电影总电影局发通知 责令各个电影院每周至少放两部官方指定的电影 比如南征北战 善甘岭 铁道游击队 白猫女 还有什么 什么鬼 然后就是 国家电影局下达关于开展庆祝 中共建党100周年优秀电影 展映展播活动的通知 4月1号到12月 一周 至少放两部 很神经 非常神经 电影是什么 南征北战 上甘岭 铁道游击队 红色两者军 地雷战 就是这样 现在中共就是非常的疯狂 非常的疯狂 可以讲这个 情况 今天听广播 说强生疫苗特别适合 送给发展中国家 第一 常温保存 二 只需要一剂 就可以达到效果 对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很难控制民众回来打第2剂 也是 情况 随着中美对抗 上海苏州这样外企扎堆的地方 会失业率越来越高 前几年网上一堆小粉红 叫嚣着外企滚出中国 当人们发现外企真的走了以后 失业的人越来越多 光上海目测 周围失业的人比例到20%以上 有那么高吗 20%以上很厉害了 上海2000万人口 20%那得多少人 观点 周围很多人是给CCP唱战歌 但他们本质不是坏人 而且很多人都很善良 这些人是因为在国内受到的教育和生活环境 以及以前我总是想着 试图改变他们的想法 但现在已经完全放弃这个想法 只要大家在一起不谈政治就好 管好自己 不助纣为虐 政治环境不稳定的时候 能够安生命命 家里的孩子在国外读书 告诉他不要回来了 OK 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中国的现实 我觉得也不要 我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想法 我也经常跟我的朋友讲 就是不必 不必太愤青 我们面对的社会 我们面对的社会 世界 是不完美的 不完美的世界 我们尽量的努力去做好我们自己的本分就好 这是第一个 就不用太愤青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对于自己的朋友也不要太过苛责 每个人有自己的 条件和 思维方式 很多时候 你无法理解 他在那个处境之下 他产生的想法 产生的看法 也不必太苛责 就说 能做的就做一点 有效果当然更好 没有效果就算 尽量的不要去 不要去求全责备吧 我是这么觉得 我不可以要求自己 但是对别人要稍微宽容一点 好吗 情绪 亲戚家的孩子14岁 一向被逼着优秀 自己已经确诊严重的抑郁 我自己的外甥女现在多伦多留学 高中选课的时候很认真的问我 我们有没有 我们有没有活少轻松又钱多的工作 最好40岁就能够财富自由到处玩 这样的教育体制 和社会环境 国家会有前途吗 怎么说呢 那天不是有个网友问我吗 就是关于他的工作的问题 我是觉得 我们从小还是要给孩子一个 清晰的方向 就是你要给他建立一个vision 这个vision就是 你总是要给这个世界留下一个 美好的影响 你怎么去把你的价值实现出来 我觉得要给孩子一个这样的影响 让他去建立他自己的vision 并且在 实现这个vision的过程当中 愿意付出他的努力 这个很重要 否则的话我们 就是好吃好喝吗 好吃好喝 那不就是个动物吗 你说呢 对不对 情况 王老师你好 一个 患抑郁症的高中生应该怎么面对未来 学校里的政治氛围 越来越让人感到窒息 疫情也让原本计划暴毒的自主招生 二加一出国变得遥遥无期 对个人的未来感到无比的悲观和绝望 第一个 如果真的确诊是抑郁症 所有的原计划的教育进程应该全部停下来 应该找一个专门的机构 去帮助解决这个问题 治疗 这是需要治疗的 抑郁症不是你说我 我扛一下 扛过去不是这么回事 你上网去查一下 关于抑郁症这件事情 一定要去找专门的机构 去治疗 这是第一个 还有专门的教育机构 我们叫特殊教育 特殊教育机构 美国有一些 美国有一些 但你可以上网搜一搜 美国有一些跟抑郁症有关的教育机构跟医疗机构 所以我建议你 首先要把这所有的原来的计划全部放下来 重新规划 他的治疗 如果他确诊是抑郁症的话 他的治疗 他的教育 特殊教育 这个问题要重新考虑 好吗 建议你重新考虑这件事情 情况 说一下洛杉矶附近一个疫苗点的情况 有时候排很长的队 有时候没什么人 总的来说速度很快 反正我今天我们在打针的时候 应该有三分之一的人是闲着的 就是帮打针的那个护士应该是 应该是在这样 在这样子 所以 我觉得 不存在忙不过来 我估计他是 他是安排的时候 没有安排得那么密 应该是这样 观点 我在川普2016年选举的时候 非常反川 但是 看到川普政府言出必行 和对中国的态度转向之后 慢慢成了川粉 他落选的时候非常遗憾 但是看到拜登上台后的所作所为 快速的普及疫苗 快速的对事态的反应 对他非常欣赏 他联合盟友的力度和效率体现出他的政策的高效 我已经分禅认可拜登 作为总统 美国这个国家的体制比我想象的更加优秀和强大 我还是那句话 我们应该支持美国总统 不管他是谁 但是美国总统的所有的政策 我们都要好好的scan 好好的过滤 任何不对的政策 都要提出反对批评 好的政策都要予以支持 就应该这样的态度 情况 今天Bronberg Opinion有一篇文章叫美国不要放过战胜中国的机会 总结说美国的优势在于持续 创新科研人才的优势 所以应该支持H1B 支持自动化 我很同意这个作者的观点 我也非常同意 我也非常同意 观点 很多人总是希望中共做一些过分的举动 然后西方集中力量狠狠的制裁中国 但我更期待看到的情况是 中共在国际压力下减减肃 在香港 新疆等问题上嚷嚷步 例如拆掉集中营 这样维吾尔人的人选状况可以得到改善 中共受到国际压力也会减轻 西方也不需要斩断与中国的联系 可是每次都事与愿违 为什么 就是中共觉得他要一退 他的防线就崩了 所以这就是习近平说的底线意识 所以他不愿意退 不肯退 甚至他自己觉得不能退 所以你可以看今天 中国跟这个土耳其 中国驻土耳其的大使又跟别人闹翻了 你看基本上 你看中国的外交部 驻各国大使都跟当地闹翻 就是这个道理 提问 中国人的公民素质和道德体系还有机会恢复吗 感觉现在道德沦丧最糟糕的时候 有啊 如果中共没有了的话 很快就会恢复 我认为是这样 鸣谢 谢谢 感谢王先生的提醒 律己从严 待人以宽 大家共勉之 谢谢老罗王 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个节目再见 再见 再见之前 请大家点赞 请新来的网友订阅 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 支持我们 做更好的节目 做更好的自己 谢谢大家 谢谢 我吗 谢谢